是不是只是玩票啊 然后等等之类的 很多这种声音又出来了 那我就想 那时候的我 当然个性也是比较急 我想没关系 郑银给你看 我跑给你看 我赢给你看 我一定拿冠军 我就没想去冲 就冲 就是这种不服输的冲劲 林志颖第一次赛车 就得了第三名 真的玩上瘾了 但是在父亲的眼里 明星儿子跑去赛车 不仅不务正业 根本是拿小命 开玩笑 很像是母亲节那一天 我就急着想去超越别人 阻挡别人 自己失控 差不多时速150几 去撞到墙吧 哇 结果嘞 然后车弹了好几圈 停下来 车子开始冒烟 冒烟 冒烟 我第一个观念 就先跳出去车子 然后一踩出去 怎么发现脚 没办法用力 失力 我就左脚跳跳跳 跳离这个墙 车子就烧了起来 哇 哦 千军一法 千军一法 然后后来 救护车来载我去营养 才发现脚断了 断了三根 对 那时候的我有想 哎呀 我刚才问我记住 我说车子怎么办 我的车有没有事 我还在想我的车子 然后还有想 糟了 我就叫 我后面的工作怎么办 嗯 然后就休息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媒体的记者啊 嗯 打电话给我 你才知道 我才知道 是第二天 就是我坐在这里 我电话一接 我们媒体说 哎 你们小智啊 受伤了 你 你不知道吗 嗯 我去的连看都 不去看了 不去看他了 所以 因为 我就生气 我说你不要玩那个啊 如果不胜利的话 可能连舞都不能飘 发生生祸受着重伤 有半年的时间 完全消失在荧光幕前 小晋风的魅力不在 林志颖声势 坠入谷底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呃 自己想了很多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自己 要追求的步伐太快了 嗯嗯 太急 太急的想要去超越别人 想要去赢别人 想要证明给别人看 可能你才会发生 第一个车祸 你自己演艺事业 可能也有自己的低潮 那 自己想了很多 其实自己交好了以后 其实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民活87年 林志颖在金庸武侠剧 绝代双娇 饰演小鱼儿 活泼俏皮的表现 受到热烈欢迎 观众喜爱的林志颖 终于回来了 98年 99年 就拍了这个 绝代双娇 嗯哼 在小鱼儿里面 找到那种快乐至上的精神 嗯哼 我觉得这才是我啊 我应该是很快乐 我为什么要唱着这么 悲情 这么痛苦 当然我觉得每一首唱片 又有一些这种东西 可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主轴 嗯 所以在99年快乐至上 平常专程里面 而且唱到草原名 之后又有一些 好听的歌曲 我觉得 这才是我自己 这样子一路的过程 打不倒的赛车精神 小鱼儿林志颖 找回了舞台 再度活跃于演艺圈 《武侠剧黑龙八部》里 深情的段誉 获得好评 后来林志颖 也尝试参与 偶像剧演出 等一下 什么意思啊 我要跟你比赛车 那是我第一个时装剧 时装有像剧 终于不用拍古装了 终于不用拍古装 而且可以把我的这个 最大的一个兴趣 放在戏剧来做结合 然后在里面 又演一个赛车手 很棒 演艺事业在创高峰 但林志颖的成就 不止如此 受到父亲的影响 林志颖从小 就很有生意头脑 投资不少户业 都很成功 有个外号叫林董 就像是摄影好了 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 就开了摄影工作室 那时候就拍 最多的时候 好像是六七个门市点 你后来还投资网路公司 网路公司也有 然后还有就是 网路购物 购物 对 还有吗 还有什么 还有啊 还有餐厅 餐厅 和李海林档 没有没有没有 都是自己的一些兴趣 都是很多朋友一起来做的 对 做生意有一套 演艺通告也不假手他人 很早就自组工作室来统筹 最近在对岸演出音乐剧 就是全新的尝试 林志颖的下一步 值得期待 林志颖的事业多元发展 不过在感情方面 似乎就不太如意 当年跟艺人林心如 因为合作电影 校园赶死队开始交往 林心如透露 当时她才刚出道 但林志颖已经是当红的偶像 要跟她谈恋爱 压力真的很大 尤其林志颖的女粉丝 太过疯狂 还会吃林心如的醋 甚至还跑到KTV 去堵林心如 这都让林心如很吃不消 这段纯纯的爱 后来因为双方都太过忙碌 在聚少离多的情况之下 分手收场 继续带您了解 帅气公子林志颖 清秀家人 林心如 演艺圈的金童玉女 民国83年合作拍电影 首都月上大一幕的林心如 当时年仅17岁 还没什么名气 而男主角林志颖 已经是当红巨星 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 一个电影 然后可以是跟金程舞 还有林志颖合作 就觉得 是吗 然后想说 好吧那试试看 林志颖是太红了 就是那种小旋风 小天王 但是 不知道 就觉得 这男生长得好可爱 好可爱 对 然后走进来 那时候我们已经穿戏服了 然后就都是学校 我们拍校园戏嘛 然后就走进来 我记得他那时候 好像到学校的时候 就很多 就是 学校的那些同学 就一直尖叫 然后要看他 然后我觉得他 就是没有架子 没有架子 然后非常的 学校的水盒 我记得 我记得